第八百五十一集 这种兵器的名字一出 简直像是地狱的恶鬼王厨师 让这片原野的温度昼降 让这黎明时刻越发显得黑暗 领祖的前辈 你不能这样做 日外的大能都看着呢 你忘过我们吧 早些那个粗犷大汉 黄雄直接就跪了下去 非常的干脆 战战兢兢 满脸的恐惧之色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豪访 很快楚风也动容了 他一直想进入星空 因此有过各种准备 他询问过黄牛 让他讲解域外 需要注意过的一些事项 也曾自己用光脑查阅过 曾洞悉过神灵化学藩 灵族 当年最辉煌时 是敢号称神灵后裔的种族 不过后来为了避天神族的会 他们只自称是灵族 在灵族中有一件质宝 名为神灵化学藩 这东西太逆天了 吞噬万灵血脉 促进自身进化 杀伐滔天 在该族 敢自称神灵后裔的年代 这件秘宝进化到了究极竞技 而且是究极质宝中的佼佼者 曾在该族的老祖宗手中发威 轰杀过映照朱天级强者 引发星空中大地震 后来连前十大都坐不住了 再让这件兵器进化下去 谁还防得住 他只要吞噬万灵之血 就能不断蜕变 太恐怖了 最终 人们不知道前十大怎么跟他们谈的 只知道最终该族后来改成灵族 内改神灵化学番被拆开 不容许吞噬与宇宙各族血脉了 在那个年代 该族其他层次的进化者 都以普通版本的神灵化学番为兵器 跟各自的境界相对等 为制式武器 自从那次被前十大压制后 这种制式兵器也被抵制 不允许再出现 该族再也不能借此而对敌了 这被视作尽弃 前十大很霸道 很多种族向来对他们缺乏好感 但是这一次 各族欢欣鼓舞都很认同 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可是 今日这个老玉居然带来这样一件兵器 让人悚然 他居然让这种东西重见天日 这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是神灵的后裔 被压制太久了 如今混沌中的残破宇宙 也不太平了 需要我们出力 天神族允许我们降临 在这里吃些血食 不过 前十大有些族群不会同意 我们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这颗星球上 有几大藏坑曾被封印 至今血液还未干涸 是非常好的血食 不过 不过相见就是有缘 你们发现我们的行踪 死人都不能走了 当做血食吧 嗯 不要指望域外的人会发现 这件神灵化血帆 可不一般 能遮蔽附近的天机 老玉笑得越发灿烂 满身珠光薄气 将内感血帆 当做是拐杖用 拄着向前走来 一群人四散奔逃 大喊着逃啊 全都惊悚 对神灵化血帆的传说 太过恐惧 根本就没有一战的念头 一轰而散 孩子们 你们走不了了 老老来疼你们 老玉哈哈笑着 像是老鬼在哭嚎 一斗手中的血帆 轰的一声 赤霞惊天 鬼哭神嚎 这东西是一件古物 威力奇大 嗖嗖嗖的 一群人全部倒飞而回 根本跑不了 接着 许多人太软下去 划成一张人皮 还有残骨 这件兵器 太歹毒了 剩下的一些人 跪伏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 不断的叩首求饶 因为他们看出来了 这老玉 境界奇高 远胜过他们 老玉 老玉不为所动 孩子们 上路吧 老不死的 我跟你拼了 黄雄精 化成大汗 吼道 怒发冲管 手持一柄大锤 爆发雷霆 向前轰去 他居然实力 非常惊人 处在观想 绝颠 都快要迈入 参峡境界了 你可知道 老了我是谁 当年的星空 奇史之一 虽然是活到 现在的这净人中 实力最弱的 可终究是到达过 今生罗汉层次 今日我为了降临地球 此备今生 付出极大代价 出现在这里 一切都是为了 我族的重新崛起 为了那几个 被封印的 血淋淋的 大藏坑而来 你们敢对我动手 跟我过招 这不是找死吗 老玉阴森森地笑着 这次没动用 神灵化血帆 而只是用手一点 一道血光飞出 直接将黄雄精 给震碎 包成一团血物 接着 他轻轻地摇动血翻 如同风卷 残云板 将那团血 给吸收了 所有人 莫不变色 当年的星空骑士 那可是臭名昭著的 一群 歹毒的人物 罪是施杀 连狱外的许多人 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连老幼 妇孺都不放过 见人久杀 连凡人都给灭掉了 哪一个不是心黑熟了 沾满无辜人的鲜血 原初 楚风 楚风更是心头矩阵 而后大恨 他在月球上 看到过记载 更亲眼目睹能亮塔 给他展示的一些昔日景象 星空骑士 简直是一群魔鬼 虐杀地球上的老幼妇孺 追杀进星空中 手段残忍 令人发指 他曾看到 有的白衣少女被断头 有四岁孩童被长毛刺头 有独臂老人被力披为两半 而那群骑士却都在大笑 沐浴鲜民之血 马踏星空 一路大追杀 当年的星空骑士 是来自宇宙星海中 各族的浪人组合 有星际海盗 有星河中的太险者 还有纯粹的罪法 逃逸出宇宙黑牢的恶徒等 成分复杂 被人组织起来后 成为一支魔鬼军团 随着岁月逝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死了 老死在岁月中 而至今还能活着的进化者 那肯定是一方大人物 楚风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今天在这里遇上一个 他杀意沸腾 然而周围的人 却脸色惨白 在观想之上 便是参侠 塑形 金身三大境界 老玉 曾为金身层次的高手 那简直不可匹敌 他即便自展 估计也在塑形境界 实力恐怖绝伦 这颗星球久违了 如今我又来了 当年可真是畅快呀 可惜当初不能动用神灵化血翻 只能尽力讨好天神祖 现在嘛 对我们的限制 终于要过去了 嗯 我闻到了鲜美血液的味道 这个星球很美 一如当年 即便不能明着大四屠杀 我也要想办法 引发各地动乱 一如受潮的 我会在后面 收割你些血液 老玉半眯着眼睛 眺望这片大地 神情略有些恍惚 想到上古之时 他意犹未尽 接着笑得无比畅快 他想继续在这片土地上 兴风作浪 这一刻 楚风郑重决定 立刻诛杀他 不给他任何机会 这是他面对面 遇到的第一个星空骑士 那批人 是他发誓 曾想灭掉的一个团伙 现在他要动手了 手刃这个臭名昭著的 军团中的第一人 即将进入星空中 而我 正好借一件镇守的兵器 去搅闹 这东西不错 正好还能为灵族招灾 吸引一些仇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